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有势力的就是情感 生命中更重要的就是情感 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是有偶然或情感 称 除 得来 一个人一生是什么 偶然 诚意或者除以情感 你虽然不迷信命运 新的偶然或情感 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 结定你后天的命运 这是沈从文的说法 在一般认为 编程师父也在印证这个人生的一种看法 一种瞪悟 作家他这个一种想象 在沈从文这里 简朴的爱 偶然的命运 在支配着人生的形式 尽管是带有悲剧性的 但它是健康的 优美的 自然的 不背于人性的形式 在编程虽然写的是悲剧 但它是认为是一种自然的人生 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完满 而自足的湘西世界 在编程 在湘西的题材小说里面 是带有代表性的 沈从文的研究者通常认为 在编程这个世界里面 沈从文正面提起了 没有被现代文明 竟然扭曲的那种人生的形式 这种人生的形式表现 它的极致 就对神性的赞美 在沈从文的美学观里面 神性是什么 就是爱和美的结合 就带有这种 泛神论色彩的美学观念 沈从文认为 我过于爱有生一切 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 而美既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 它就是可以显出那种圣经的神 所以这个神 爱和美 这三个方面 是吧 融为一体 这沈从文的作品中的神性 其实就是人性 就是人性 所以这个编程里面 那个美丽天真的翠翠 还有呢 这个他殉情的父母 还有这个峡谷尤床的外祖父 还有那个豪爽的 慷慨的那个顺顺 都带有一种所谓的人性美 就顾风尤唇 在这个画外之境 就是写这个人 人性的一种唇谱 但是我们看到 沈从文是对他做了美化的 是吧 是对人性美的一种向往 一种追求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 编程 为什么那么有它的灭力 可能就这个词 叫自然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些描写 是吧 有些呢 这个非常优美的 进水人家都在桃杏花里 其中有一段写那个 是吧 乡下的情况 进水的人家 桃花 杏花 是吧 都写那个世外讨厌 眼离现代文明 还有呢 看看这个世界里面的人 人 是 有一个最著名的说法 湘西 当时 地理民风 比较纯朴 连记你都很重感情 是吧 当时有这么一个描写 后来这个一度呢 成为批判沈从文的靶子了 不讲阶级是吧 其实不要太当真 梦 乌透邦 白日梦 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啊 没有梦 人生呢 最 人生就很枯燥了 不为了 所以文学有时候 可以促成人的梦想 这个白日梦呢 也可以达到一种 心灵疏导的一种功能 是吧 一种作用啊 所以这个 也不要太较真 因为编程写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地方吗 是吧 这个 为什么这个里面没有一种 人间的太多的矛盾呢 它就是一种梦 都编程 大家印象最深的 可能就是脆脆 是吧 其实脆脆啊 那么的天真 那么的善良 那么的美 是吧 脆脆在风里 在风日里 长养着 就是它是那种 大自然的环境 里面成长的 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它的那种天真 甚至它的懵懂 是吧 它的梦 和自然 都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脆脆的天真 单纯呢 它的爱 它的爱情 超越了那种 世俗的物质利益 那种关系 现在我们读起来 现在我们读起来 觉得这个少女的爱呢 非常的朦胧 非常的飘风 像一连串的梦 是吧 其实啊 它写的就是一个自然 是把人性 当成是一种 自然的一种表现 一个女孩 她慢慢长大了 她懂得一点人事了 懂得一点爱了 从朦胧 到比较真实 这个过程 是很美的 写的就是自然 一般评论认为 沈崇文 把编程看成是一个 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 翠翠呢 就是这种 自然人性的发声 是沈崇文的理想人物 那么在这种 理想人物身上呢 散耀着一种 神性的光 体现了人性中的 张严 健康 美丽 虔诚的一面 同时呢 也反映了 沈崇文身上 那种浪漫主义 和古典主义的情怀 所以沈崇文呢 他在一篇文章 叫《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中 他自己说 小说呢 应该包含两个部分 一呢 是社会现象 二 是梦的现象 你看沈崇文 很喜欢写梦 是吧 写小说 必须把现实和梦 两种成分 混合 这沈崇文的一个 他自己 一种文学的观念 所以在 湘西世界里边呢 这个 其实就是沈崇文 理想人生的缩影 也是他现实和梦的交织 是吧 这种梦犯呢 当然跟现实有距离 我们读这个编程 都觉得他远离现实 是吧 但作者的目的啊 似乎是从人性 道德的视角 其透视一个民族 可能的生存状态 以及未来的走向 所以沈崇文呢 是一个 既有现代 虽然他这个 对现代 这个文化 有很多反思 但同时 也可以说 他是 有现代意识的作家 他在思考 相惜 这种常态的一面 同时 也在反思 变动的一面 是吧 所以他一方面 试图在文本中啊 在作品中挽留 湘西的神话 另一方面呢 他也意见到 湘西 湘西世界呢 无法挽回的 那种命运 所以最后那个 小说里面 编程写那个 小的白塔 特演一个晚上 崩裂了 外祖父也过世了 是吧 然后呢 又重修这个白塔 事实上带有一种 象征意味 象征一个 原始古老的 一种文化的终结 以及对重造文化的 未来的渴望 是吧 这里我们顺便也要 讲一个问题 这个小说啊 为什么叫编程呢 大家想过没有 是吧 当然这是个地理界 地理概念啊 编程就是 偏僻的 边缘的一个城市 小地方嘛 是吧 但同时呢 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编程就是大城市 中心城市 一个对立面 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种事情 是吧 这沈从文呢 这个从乡下 跑到大城市 对上流社会 那种腐烂的生活 对城市人 那种庸俗小子 气 自私 四块 他是深恶 痛结 这引发他的乡愁 这对他那个 他 使他对这个故乡 尚未完全被 现代物质文明 所摧毁的 那种淳朴的文风 十分怀念 那即便 那即便这样呢 这种文 这种民风也在消逝 是吧 也在消逝 所以就编程啊 他写的那种生活 是确实是存在过的 那么到他写编程的时候 一九三三年到三四年的时候 好像已经开始变化了 是吧 所以编程是一个怀旧的作品 带有一种痛惜 情绪的一种怀旧 它也是一个温暖的作品 是吧 这后面呢 隐含着作者一种 深深的一种悲剧的感觉 所以可以说编程呢 是也有 是个梦幻的 但同时是浪漫主义的 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 他的生活呢 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但是是理想化的 又是理想化了的一种现实 这个沈从文呢 对文学的社会功能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好的作品 除了让人获得真美的感觉之外呢 还又应该有一种 引人向善的力量 就朝好的方向发展 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 为什么读小说读作品呢 接触另外一种人生 从这种人生的景象中 有所启发 对人生或生命 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 所以沈从文的看法呢 这个他的对文学功能的看法 这个是当时一些主流的文学家 一些市场化的文学家 一些激功俊利的文学家 所不能够接受的 也是他沈从文或当时这个流行的一般文学的一种看法 像编程这样的作品呢 这个在文学史上的评价 比较集中的 是他展现的自然之美 文体之美 当然就前面说了 对现代文明 城市文明的批判 反思 所以大家阅读一般是比较注重前者的 就是说那种 对那种亲历简朴的人生的描写 的确是清新悦目 仿佛是在观赏那种 这个缥缈的优美的山水画册 跟我们现实拉开基地 这是一个渐少的层面 但是如果大家要进一步思考 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读这个作品的 譬如说从作品分析中 提炼主题 解释他的文学世界 还可以分析他的写作动机 看他的刚才写作姿态 像刚才我都做了 简单的解释 就看为什么三十年代那样的环境中 当时是战争 是吧 动荡 很恶劣的环境 为什么会出现编程这样的作品 审存文学 这样的作品初衷是什么 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文学理想是什么 前面我都讲到一些 这是我们理解 这个接触作家 特殊贡献的一个重要的入口 虽然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者 都分析过这些作品 分析过编程 但是我们同样很快 可以有刺激的体验 有新的发现 这时候除了读作品 应当了解一下 作家其他的文字 从中来考虑 来检讨 审存文的文学观念 看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创作 是什么 是吧 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 除了读编程 读他的小说 读他的散文 还可以适当读一点文论 他在四十年代写过一些文论 比如说朱熙 云南看云集 等等 其中谈人生 谈哲学 很自然也谈文学 比较清晰地表露了 审存文 他的文学观和审美的追求 比如说朱熙 是一组水笔 大概是写在1939年左右 对现实生活 对人性 对文化的思考 文章里面很多 对所谓城市 上流文化生活 是很反感的 当时他对城市生活 对上流生活 审存文用了一个词 叫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 比如说审存文 谈到女子教育 这是他的文论 他说当时重庆 经常出现一些女性 他分析了激动女性 这些女性 都是很虚荣的 很物质主义的 很苍白的 在审存文对他们感到失望 他试图来解释人 来修补 五世以来新文化的缺失 但他毕竟是个文人 是个作家 自己知道的 无能为力 又不甘心 这样他就经常现入矛盾 这审存文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他很孤独 很矛盾 所以我们如果是读 审存文的这些文字 就可以理解审存文 人生观的一面 也许比普通的看法 就要深入一步 他毕竟是个作家 前面我们讲到 审存文他的角色认知 他老是有一种乡下人的 自卑情节 但是我们刚是这样看不够 审存文其实 他也有关注现实的一面 甚至他也有使命感 他真的相信文学 是有改造人的 人心的功能 只不过审存文 自卑 自负 他也自信 他是独立的 文学上的追求也是这样 所以当审存文 他以前那些朋友 纷纷转向 以文学追随革命 比如说丁林 胡也平 胡也平是他的丈夫 丁林 丁林是他以前的朋友 刚才说错了 胡也平是丁林的丈夫 这两个夫妇两个 跟审存文关系的很好的 后来丁林胡也平都转向革命了 审存文就跟他们另外一条路 所以显得更清高 更寂寞 独来独往 审存文是反对 把文学纳入到商业的 或者政治的公立圈里面的 但是他又不主张 为艺术而艺术 所以沈存文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他是有自己的文学 和道德的理想的 所以以其说这是一个政治的选择 不如说是沈存文 心理 性格 以及对文学理解的一种选择 所以他一部分作品 对现代都市文明 那种非人性避害的描写 他保持那种尖锐的批判 讽刺的立场 是吧 同时前面说了 有主要的经历 来写到详细事件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方面来理解 当然大家呢 也许认为沈存文这个作家太天真了 是吧 确实 这可能就是作家 他的一种想象力 沈存文非常兼致地相信 文学的功能 不只是社会道德的观照 更在意能够使读者 从作品中接触到另外一种人生 从这种人生的景象中 有所启发 对生命能做深一步的理解 沈存文认为文学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唤起人的感觉体验 让人重新体验思考 发现生活 是吧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 是生命的名物 明白了人生的各种形式 激发了生命 离开一个动物的人生观 这就是文学要达到的 更高的一种境界 所以沈存文这种文学观 在当时是很独立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沈存文都被主流的批评家 看作是回避现实 自身于乌托邦 这样一个消极的作家 消极的作家 所以认为呢 从政治的层面来看 沈存文的文学追求 的确是不能够适应 那个时代要求的 或者说 在那个更需要文学担负 直接干预社会功能的时代 对于沈存文所追求 所提倡的 这个文学的功能 还没有具备 能够充分被接受的 社会心理条件和需求 这个条件还不成熟 是吧 但是如果拉开了历史基地 从文学的多种功能的角度 重新来评价沈存文 就发现沈存文的这种文学观 正好发挥了近百年来 中国文学发展中 比较欠缺的那个部分 哪个部分呢 人性审视 道德完善 在以前沈存文是不被看好的 甚至遭到很多误解和批判 但拉开历史基地以后呢 我们发现 它弥补了这方面的功能 我们只有在了解 沈存文件的文学理想 才能更好地理解 它的写作姿态 和独特的文学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